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出不进 总计一人死亡 当然两种病毒的致死率差很多 医院的规模大小也不一样 但这次得以控制下来 到底背后的决策思考是什么呢 我们专访了进驻桃源医院的指挥官王必胜 他提到由于不讨规模大很多 在同理人性与考量附和的基础上 采取指出不进 分层管制 把住院病患转到其他医院 以及台湾史上最大规模隔离等等的方式 终于成功杜绝病毒传播 完成清零计划 这个过程也需要其他医疗院所 大家的协助 以及全民的防疫观念提升 能够成功抗疫 真的是众志成城的一项工程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这次危机的关键时刻与决策 也要重回首位确诊医师可能的感染点 解析这场COVID-19在台湾的最大考验 不逃1月11号出现所谓医生染疫后一路扩散 造成了包括护理师 家属 病人等共21人确诊 是我国防疫路上的最大危机 经过39天后 终于在2月19号 医院重新启动拨云见日 口罩挡不住医护人员的雀跃神情 卫福部桃园医院气氛热络 士气高涨 医院复原启动的仪式上 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拍照纪念这一刻 而中央地方官员则齐聚一堂 共同宣布台湾成功打了这一仗 我们不但布置好了防火象 而且能够把疫情做最好的控制隔离 整个桃园医院 大家的士气非常好 医院长在这边也真的是 应该40天了 今天是第40天 非常的辛苦 上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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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陈时中在布陶传出院内感染后 首度走进院区 宛如巨星般受到护理人员的热烈欢迎 合照自拍 签名 拥抱 来者不拒 还有看诊的人 不拒 谢谢 谢谢 感恩 谢谢 谢谢 感恩 不拒 幸福了 桃园医院充满欢乐氛围 但时间退回到一个多月前 气氛迥迹 气氛迥不同 救护车来回急送 医护人员穿着防护衣 气氛凝重 就在农历春节前 疫情指挥中心 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有医师感染武汉肺炎 医师 那因为 到了进去 我们的隔离的病房 隔离负押病房 替原来COVID-19确诊者 在医疗中的确诊者 那因为状况比较严重 所以进去插管 裁检 确诊 那是838 那839 是护理师 这是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 台湾第二度发生院内感染 且首度有医师染疫 陈时中公布两人足迹 医院如临大敌 除了消毒 也立刻将不逃院内 分为红 黄 绿 三种不同风险区 跟随桃园医院副院长的脚步 独家职及首例确诊医师 可能受到感染的加护病房 在疫调的结果 我们认为有可能会是在这里 遭受的感染 他还有在其他的病房工作 像7A跟7B 所以我们也把7A 7B 匡列为红区 爆发疫情 和收治确诊者的病房楼层 都被列为最危险的红区 红区 则是周边病房 至于其他像是门诊或其他病房 则是最安全的绿区 除了一楼层和区域 划分风险区 医院所有人员也规定指出不进 看似严谨的防火墙 在短短不到一周内出现复析 已经算是一个医院的群聚 因为有两位同在工作的场所 在医院的工作场所是确诊的 指挥中心1月16日晚间 紧急将布陶定调为院内群聚 几天后感染扩大 就连指在绿区活动的病患也确诊 中央随即在1月18号进驻医院 成立前进指挥所 由王毕胜担任指挥官 我必须负责把这个指挥中心的战略 精准的传达给医院 那把医院的状况也传达给指挥中心 这些战略出来之后 我们自己在前进所要去拟定执行的策略 面对台湾防疫路上的最大危机 每个决策都得谨慎 进驻不逃后的第一天 王毕胜拍下这张照片 先前沉重复杂 而他所面对的第一个考验 是风险最低的绿区病房 在1月23日竟然有两人确诊 好像我们的这个范围 我们所足的防火墙它跨出去 这是让我们最紧张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紧张归紧张就是赶快 那我们又对这个所谓的 它外科系的病房相关人员 做这个检验 还有做一些疫调 绿区病房沦陷 防火墙得再往外扩大 指挥中心紧急宣布 原本内部列为 红黄绿风险区的医疗大楼 整栋都是红区 同时防疫团队紧急开会 确认医院量能后 扩大隔离对象 包含整栋医疗大楼 出院陪病者及同住家人 将近5000人都得居家隔离 这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 形同设下超大防火墙 光是要找那些病人或病人的陪病 然后你还要把他这个开居家隔离 还有安置 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很困难 上千人的居家隔离得全面动员 除了中央地方政府和社区邻里 都得投入大批人力 自主隔离的我们理干事 都会送那个防疫包 怎么去我就知道了 有时候注意你们邻居 不要给他逃出来 医院外采取扩大隔离措施 员工和沉道不逃看病点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健保卡上会助记 而院内则同步启动清空计划 要将裁检阴性的住院病患移到其他医院 当时在布陶的74名住院病患 从病房转出时必须有固定路线 到一楼也必须搭乘专折电梯 推着病床的护理师全身包的密不透风 遵循移出病患动线 一旁则拉起黄色公锁线 我们要考虑的状况非常多 病人的安全 接受医院的冲击 还有就是实际执行的时候 它的路程 要用什么交通工具 这些都是比想象中更困难的事情 面对院内群聚感染 始终未考虑封院 就是担心重演2002年的这一幕 犯例 犯例 让我们出去 和平医院画面至今仍烙印在许多台湾人的心中 指挥官王毕胜回忆决策过程 透露决定以指出不进 代替当年和平医院的指进不出 关键是不把感染者和健康的人关在一起 使院内可能成了练毒场 如果是不逃 连员工加上当时的病人可能3000多个 3000多人他的生活 起居 这些事情你怎么做 那我们的员工也是 他这一年来很尽职的在医院里面照顾病患 怎么出事你就把它关注 一个简单的道理会就是说 那你不是把里面可能感染的风险 往外扩散了吗 是 所以 这还是回到刚刚说的 你把一些病人转出去 转出去这个过程 当然你要确定它是在低的风险 那也验过对方能够接受的医院 也要够这个他的规模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设备 这些都要够 当作一人一试 当作这个怀疑的病人去做 降低院内压力 但不逃人力仍然吃紧 特别是负责裁检的急诊室人员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尤其是看到同仁一个个确诊 心情沉重 来裁检的时候 其实心中就已经有一些预感了 当那个检验报告出来是阳性的时候 那你心里面的那种震惊 跟那种为同仁感到不舍的心情 我想这一定有 只要有同仁发烧 我的心就 我就会担心会害怕 对 因为不希望这种事情 发生在急诊同仁身上 从业二十年的急诊 是护理长黄欣萍 在不逃罪危急的期间 直接住在病房里 不想要回去影响社区 或是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就住在这里吧 我们大概有七八个都选择住医院 那每天怎么过 每天就是上班也是医院 下班也是医院 长达两周没回家 黄欣萍和小孩只能远远相望 或透过视讯见面 全院团结一心 这是医护人员的使命感 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 录制影片 轮番现声 凝聚士气 而就在经历大规模隔离 确认没有扩大感染后 布陶终于在2月3日 启动清零计划 进行全院消毒 及千人裁检 要为医院恢复营运 做好准备 从医院里面没有案子 没有确诊个案 然后再做一个全院性的筛检 包括这个PCR血清 那这样子才能够去说服 这个我们国人说 这里是干净 这里可以复原 高达近3000人得做核酸检测 血清抗体检测 院内得做环境检测 以确保布陶安全无余 人员还有包括採检的人力 都是布陶跟前进指挥所自己的人力 筛检工作得动用大批人力 布陶一检师轮三班日夜工作 压力沉重 而就在与病毒对抗一个多月后 指挥中心宣布警报解除 代表桃圆医院向社会大众来致歉 桃圆医院院长徐永年 深深90度鞠躬 为了防堵疫情所背负的沉重压力 在这一刻终于放下 毕竟要将院内感染控制阶段 这一仗真的不好打 回顾2002年和平医院封院近两周 共有57名员工感染 7人死亡 院内民众97人感染 23人死亡 另有1人亲生 而2021年的布陶并未封院 共造成21人感染 1人死亡 从结果来看 的确成功遏止病毒传播 我们从SARS里面学到了很多 那在感染管制知识对病毒的了解 对于这些相关的设备的充实 在这18年真的做了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相对有优势的 再加上我们的民众对防护的意识是特别的强 这也是帮助我们这次防疫能够做好的很大的原因 经历SARS惨痛教训 可谓18年磨一剑 布陶成功守住防线 停过危机卸下了辉煌一夜 也让台湾未来的防疫之路增添更多信心 谢谢大家